在年金改革方案确定后 出乎许多退休公教人员意料之外 退休金诉讼救济与视线说明会 于中兴新村中兴会堂举行 幸运千位退休公教人员参与 县长林明珍也到场致意 并判透过相关救济的程序 以及大法官视线方式 解决年改争议相关的问题 退休金诉讼救济与视线寿明会 于中兴新村中兴会堂举行 幸运千位退休公教人员参与 县长林明珍也到场致意 林县长表示 年金改革影响人数相当多 所以可以选下政府支出 去抹杀掉过去公教人员 为国家社会的付出 希望政府多方考量 将通过公正的事发体系进行救济 同时盼政府倾听人民声音 保障民众相关请益 我想公共日年争取 我们应有的潜力是应该的 尤其这个年金改革 对整个全国的公教人员的影响 是相当大的 目前我们全国的公教人员 大概有将近八十几万人 那么八十几万人所影响的层面 至少影响一两百万人以上 因为一个家庭这么多人要抚养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 画这个新的政府 民进党政府 喊改就改 但是他没有顾虑到 政府是一个诚信的原则 正义诚信的原则 过去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要照顾我们这个退休的公教人员 但是理念的不同 就动用他们目前所占的优势 马上就进行公教人员的年金改革 造成多少人受到伤害 那么有一些我们公务人员 这个家庭 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 还要抚养生子的 还有房子要贷款的 还有啊 本来生活后已经就不够使用了 尤其啊 不然这个公教人员 退休人员年纪大了 那么退休之后啊 还要身体不失误啊 还要去住这个安良中心的 这些费用啊 其实负担的相当的重 如果这样一改下去啊 造成大家的损失相当的严重 所以他们起来啊 这个反对啊 争取权力啊 争取这个司法院啊 来实现啊 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想啊 一些事情啊 对人民的权力义务的啊 我想啊 政府要多想去办法去照顾啊 而不是啊 砍这个砍这个公 公教人员的年金 去做我们的一个财政的改革啊 其实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改革 也不是所适当的 年金改革妨碍修改幅度大 造成退休人员冷心惶惶 那都现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 洪内之表示 法治国家应遵守法定规定 政府修改法律时 不能违反宪法资本原则 让公家人员能够安心 此时办理说明会 让退休人员了解救济管道 维护法定权益 那我们知道 其实年金改革 他可以改革 但是一定要符合不溯及既往 还有信赖保护的原则 我想这个是一个法治国家 民主国家 所应该遵循的一个定律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说明会 让我们所有在职跟退休人员 都能够明了他们未来 怎么样来争取他们的权益 尤其是在今年的7月1号 新制的这个年金的这个退休制度 就要上路 我们更需要让我们所有公务人员 教育人员 甚至未来的军 军人都能够了解 怎么样来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 那我们希望今天透过这个说明会 能够让这个我们的公务人员 跟这个教育人员 未来的军人都能够安心 能够度过他们这个应该 保障他们应该有的一个这个权益 公立学校 价值员退休制限抚恤条例 及公务人员退休制限抚恤法 预计107年7月1号施行 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莱希 向南投退休公务人员 说明年改后变革与救济 李理事长表示 年轻改革尤为信赖保护原则 数据既往地剥夺人民的财财权 因此与全台吉利岛 同时办理说明会 消获格际响应 并判借由司法单位 审理该案件 取得合情合理答复